Normal people tend to forget this process Unless and until they're reminded of it 前面白颜色是主句 我们unless and until固定的连词引导从句 这个从句呢 既可以把它看到是时间 也可以把它看到是条件 都可以 除非并且知道他们被提醒 否则普通人呢 往往会遗忘这么一个过程 Tend to do 就往往多数情况下 这个简单 unless and until 所有经常放在一块用 翻译成除非或者知道 同时具备了时间或者条件 两个特征 这个经常放在一块来固定用法 我们看例子 除非并且知道 我们收到了考试机构的正式通知 否则不会授予学分 credit这表示学分的意思 授予学分动词用award 除非并且知道 我们再看在哲义写作考试中 一个范文的片段 李老师也同时教识而已作文 在新东方在线也能搜到这本课 我们看看 这个一个医术范文开头段 这么一个片段 这个开头段比较复杂 咱们看看大意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a society has to place its own success before the well-being of its members to achieve prosperity 有人认为社会必须把他的总体成功 凌驾于个人幸福之上 社会成员的幸福之上 来获取繁荣 whereas others believe that the only benchmark of the well-being of a society is a general welfare of all its people whereas 而了引起并列举 而其他人认为 社会幸福的唯一的标准 Benchmark 咱们讲过就标准了 咱们的第八课贸易标准 谈过这个词 那么是所有人民的普遍幸福 下面给出我们自己的立场 unitially承认 a society should pursue its own success 一个社会的确应该追求 它的总体成功 but from my perspective 从我的角度来看 怎么样呢 this goal will never be attained 这一目标永远无法被实现 unless and until the well-being of all its individual citizens is properly respected 除非并且知道 他的所有的一个一个的公民的幸福 能够得到适当的尊重 否则的话 总体成功将永远无法实现 unless and until 同时具备条件和时间 除非并且知道 这个连词咱们写作可以解决 好 我们看第二句话 这个句子更加复杂 咱们来看看 这是重点句了 前面白颜色的可以依然看到句子主干结构 我们对这个事实 人会衰老这个事实是如此之熟悉 第一个that从句 第二个that从句 第三个that从句 这三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很有趣 第一个that从句明显是个定义从句 第一个that从句明显是同位于从句 做前面的fact同位于 就人会衰老这个事实 that man ages 做前面的fact同位于 我们对人会衰老这个事实是如此之熟悉 以至于 后面这个that从句 一直到句末 整个这个黄颜色的 都是跟so搭配固定的从句 如此以至于吗 对吧 以至于怎么样呢 后面说 以至于people have four years assume that 人们多年来都以为 assume后面又跟一个并运从句 that从句到句末 这是牵套在这个 第一重的that从句内部的一个并运从句 他做前面的assume 的并运嘛 以至于人们以为什么呢 the process of losing vigor with time 就是从that开始的协体词 一直到句末 都是assume的并运从句 人们以为这个过程 什么过程呢 就是of losing vigor with time 随着时间留意时 我们会丧失的经历的这个过程 of becoming more likely to die the older we get 这两个of是并列的 都是修饰这个过程 是吧 就是我们变得越老 我们就越容易死掉的这个过程 注意这是不翻译成 我们越容易死掉 我们就越老 这个不同顺 越怎么样就越怎么样 咱们说过 如果第一个比较急 没有放在分句聚首 而第二个比较急 放在分句聚首了 这时候呢 前面后翻译 后面先翻译 我们变得越老 我们就越来越容易死掉 你看这个more likely to die but the becoming 后面没有放在分句聚首 所以先翻译后半句 后翻译前半句 这是咱们第九课讲 在前面讲过的知识 第七课 这个蝙蝠那个时候就讲过 那我们变得越老 我们就越容易死掉 这个过程 都是修饰这个过程 怎么样呢 这个过程 我们看到主语是the process 编语从句主语 位语是wasself and something self-evident 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 self-evident是修饰前面的一个something 然后like到句末 这是借词短语 在整个的编语从句中 做一个方式壮语 就像什么事呢 一样不言自明呢 就像一个热壶慢慢会冷却 或者一双鞋慢慢会磨损掉一样 我们觉得很自然吗 自然认得是吗 这是这么一个 注意三个 第一个同位从句 第二个 整个一个句型的 这个跟so搭配的固定的 可以看到一个结构状语从句 然后呢 在里面又牵涛了一个assume 我们整个牵涛在 状语从句内部的一个 编语从句 三个大从句是完全不一样的 下面我们先看一看这个 the more likely becoming more likely to die the older we get 这个翻译 刚才说了 要翻译成我们变得越老 就容易死掉这个过程 我们说了 如果第一个比较集放在句中 第二个比较集放在分句去熟了 这个时候呢 先翻译后半句 先翻译后翻译前半句 而这个时候放在句中的比较集前半句 the下不下都行 下不下都可以 你比如说 I play the piano the better the more I practice 第一个better放到句中 这时候the可以去掉 第二个 the more I practice 放到分句去熟了 这个时候呢 先翻译后半句 再翻译前半句 这时候翻译成 我练习的越多 我弹钢琴弹的越好 而不能说弹钢琴弹的越好 练习的越多 那么如果都放在分句聚首 那是先翻译前半句 后翻译后半句 没有第三个形式 要么是都放在分别的聚首 要么是第一个放在聚中 第二个放在聚首 不可能两个都放在聚中 也不可能第一个放在聚首 第二个放聚中 没有 只有这两个情况 在第二个情况里面 先翻译前半句 后翻译后半句 我练习的越多 那么我一弹钢琴弹的就越好 这个知识是复习 那么what something self-evident 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 self-evident在新概念三次的第一课 Puma at Large 李老师讲过 就不言自明的 自己可以证明自己的 自证的 用不着证据了 我们复习复习书本华 说过这句话 咱们的24课也讲过 O2s passes through three stages 所有真理毕竟三个阶段 First it is ridiculed 第一个阶段 真理受到嘲笑 Second it is violent opposed 第二个阶段 真理受到激烈的反对 Third it is accepted as being self-evident 第三个阶段 真理被广泛接受为是 不言自明的事情 self-evident 我们讲过独立宣言中的片段 还记得吗 我们再回顾这个片段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 是不言自明的 self-evident 还记得吗 一个大程序 两个大程序 三个大程序 都做前面的truth的同位语 第一个是 所谓人生来平等 第二个是 他们被造物主赋予了 因到二十三个讲过赋予 被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unignable 表示不能剥夺的 第三个是 在这些权利之中 最重要的是 生命权 自由权 还有对幸福的追求 self-evident 是不言自明的 不需要证明了 自己可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最后比较重要 正如一个热乎的冷却 和一双鞋慢慢会磨损掉一样 like后面跟了 这个名词段语 因为like表示像 是借词 如果表示as 用as这个词 as表示像什么什么的 就是as是一个 这个连词了 跟从句了 那么用as后面就改成 从句就好了 是不是可以换成 as a hot kettle cools down or a pair of shoes wears out 正如一个热乎会慢慢凉下来 我一双鞋会慢慢磨损掉一样 这时候呢 you know as whereas is像是连词 like是借词 后面跟的成分不一样 cool down 所谓的跟wear out 搭配的跟对上工整 down out都是副词 冷却下来 可以这么说 好 这句话 把他看清楚 那么下一句话 又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句子 咱们看屏幕 他说 they have also assumed that all animals and probably other organisms such as trees or even the universe itself must in the natural things wear out they 还是指normal people 就一般人 一般人同时也以为 assume 我们家变语 从句到句末 咱们在三十课 还得太前讲过 assume是贬义词 他强调 没有依据的推测 而且往往是错的 这确实用的恰如气氛 对吧 这是错的 一般人瞎推测 并从这里面说 all animals 所有的动物 划横线的部分 从and开始到 itself 结束 中间这一大堆是插入语 甚至可能其他的 像树这样的有机物 organism有机物的基体 or甚至像宇宙本身 这是插入语论 怎么样 must wear out 一定会慢慢磨损掉的 wear out是做比喻的 他并不是真的磨损了 就像我们斜穿旧一样 跟磨损了也类似了 所以也会必然磨损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固定状语 翻译成必然 不可避免的 一定会发生必然地 这是一个固定的状语 好 咱们看看里边 其他没什么说的 咱们看看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翻译成必然 理所当然地 这个不能按照字面翻译 这个书后翻译的有问题 你看219页 倒数第三行 这个翻译成了 从事物的本质上来说 这是从字面翻译了 不是事物的本质上来说 就是翻译成必然地 理所当然地 固定搭配 比如说 it's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the time wrecks all love 时间会毁掉所有的爱情 这是必然的 理所当然的 wreck本来表示残骸 所以动词 始变成残骸 毁掉它 那么前面it 形式诸语 nats是诸语送句 时间会毁掉所有的爱 这是必然的 理所当然的 但爱情可能变成亲情 但爱情慢慢 可能保存7年 慢慢就没了 变成亲情了 但是要注意一个辩析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叫必然 理所当然 但是如果 in the nature of something 叫固定搭配 翻译成similar to something 跟什么什么东西比较类似的 这个别搞混了 你比如说 his speech is in the nature of an apology 他的讲话 好像是在道歉 但从表面来看 并不是道歉 但好像是道歉 再比如说 the statement is in the nature of an ultimatum ultimatum就是最后通牒 原来叫爱帝每顿书 这份声明好像是一个最后通牒 尽管措辞并不是表面来看 并不是 但非常像 跟什么什么类似的 还有一个 咱们顺便记住 就是第三课讲过的 of a data nature 翻译成某一种类的什么什么 还记得吗 政治性的条约 treaties of a political nature 政治类型的条约 学术性的问题 学术类型 questions of an academic nature 学术性的问题 还有像什么最最让人心惊肉跳的危险 在第三课讲过的 dangers of the most perilous nature 只不过加定位词 在最高级了 某一个种类的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都跟nature做中心词 咱们可以把它放在一块记住 都是由nature构成非常漂亮的搭配 不要高混 放在一块记住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话 接着看屏幕 这个句子比较复杂 首先我们看到分号前面是一个句子 an的引出第二个并列句 第一个句子说 most animals 这是句子出语了 we commonly observe 我们通常看到的大多数的动物 这是we commonly observe 是定义从去修饰前面那个animals 但是省得了关系 that's which 他做observe the view 然后do in fact age 确实实上会衰老 这个h明显在这是一个位语动词了 前面这个do是第三课讲的 强调肯定是的确 I need a car 我需要车子 I do need a car 我的确需要车子 的确会衰老 as we do 但是这个可以看的比较重要的从去 就跟前面一样 正如我们会衰老那样 we do 这个do代替前面的h 正如我们会衰老一样 动物也会衰老 然后后面有一个条件重要的从去 如果他们被给这个机会能活得足够长的话 就没有因为中途暴毙 没有被车创死 没有得疾病死掉 if given相当于if they are given 因为主句主语是most animals if they 那个they就是主句主语 and most animals 然后后面they are given 那个r是必动词 我们说了 壮意从去主语跟主句统一 壮意从去位于是必动词 主语跟必动词同时去掉 这又是很简单的壮意从去省略老朋友了 对吧 分号引出后面第二句并那句 分号后面加不加连词and都行 分号本身可以当连词来用 后面加暗的当然也正确 引出片的句说 mechanical system 比较机械系统 后面有个后置语 like a wound watch or the sun 好像一个上了发条的手表 或者太阳 这个do in fact ran out of energy 的确 这do跟刚才这个do一样 都是的确 强调肯定是 的确事实上会耗尽能量 ran out of 并不是跑到什么外边来了 是耗尽了 枯竭了 就是相当于动词 exhaust exhaust 耗尽能量 后面这个带下化线的白颜色的字 明显是个方式壮语 如何效能呢 依照热理学第二领律 慢慢的耗尽能量 后面括号里面是个插入语 是否整个宇宙也会这样 至今还是一个寻人未觉的问题 插入语里面 whad the whole universe dustle是插入里面的主语 这是主语从据了 whad the 引到主语从据 大家下回声的部分 然后位语是 it's a mood point at present 至今是一个寻人未觉的问题 mood point 有争议 寻人未觉的问题 这个一会儿咱们在词法里面会重点说 好 我们再来看看里面一些小的细节 这个当然第一个 第二这个省略这么说完了 wound 这个不要读wind wind是名词伤口 wound来自动词 wind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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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名词是风 都是wind 但是动词wind 上发条 或者缠绕 有这个意思 机械表要上发条 背上了上发条的表 wind 一般过程式过去分词是 wound wound 所以一刻上了发条的表 或者太阳本身的确会耗尽能量 这个耗尽 renado 固定搭配 可以记记 renado 有时候可以换成use up 用光了 或者exhaust 使枯竭 使耗尽 有这个意思 这个是枯竭耗尽 这个很简单 比如 we have ran out of salt 我们这个家里 炎用光了 枯竭耗尽的意思 本文说耗尽能量 in accordance with 固定搭配 是重点 依照或按照 in accordance with something 依照按照什么东西 这是个五星级的重点 本文中是 像上了发条的手表 和太阳这种机械装置 的确还按照 热力学第二 耗尽能量 依照按照 跟它可以替换的搭配 非常之多 也是咱们写作中的五星级重点 比如说in line with 也是依照或者按照 可以替换 pensions will be increased in line with inflation 那么退休金 会依照通货膨胀 然后会上涨 要不然老太太 吃饭 这个钱不够了 依照按照通账 这退休金也会增长 这依照或按照 可以用它 跟它类似 还有像in compliance with 也比较正式 in compliance with 也是依照按照 咱们顺便可以记住 in compliance with your wishes we have a strong 依照您的希望 我们已经收回了我们的建议 您不喜欢就算了 依照 遵照 按照 依照您的期望 我们收回了我们的建议 那么还有一个 咱们在第七第三册 重点讲的五星级搭配 就是in the light of 也是不是依照 或者建议 in the light of 依照 按照 或者有建议 考虑到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在英联邦国家 一般用in the light of 在美式一般把the去掉 用in light of 就好了 这就三册二十七个就见过 咱们复一下二十七个吧 It has been said that everyone lives by selling something 据说每个东西 每个人都是靠卖东西为生的 in the light of this statement 鉴于这种说法 老师 teachers live by selling knowledge 老师靠卖知识为称 philosophers by selling wisdom 周嘉靠卖知识为称 and praise by selling spiritual comfort 这个后面都省了 live by 那个live没了 live by live没了 并列为动词 借识结束 留下借识 动词被省掉 鉴于根据这种说法 根据或鉴于 依照这种说法 可以 还有像我们在 四级考研和六级中 都出现过这个 先看在一个四级阅读身体 这个出现了 国内考是英式 美式美式 这是用的是英式用法 reading is thought to be a kind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reader and the text 阅读 被认为是类似于读者和文章之间的一种交流 a kind of 我们多次讲过 a kind of 可以表示 有些像什么的 它不一定翻译成某一种的 对吧 那这个文章又没有嘴 并不是真在说话 对吧 阅读被认为好像是 读者跟文章中在交流 the reader puts questions as a word to the text and get answers 读者好像在文章提出问题 然后获得答案 as a word 咱们也是固定的插入语 叫好像是 还记得吗 多次讲过 三次四次都说过 as a word 其实就是对前面 a kind of 一个替换 都是比喻 in the light of this 在鉴于这些 this什么 当然this answers 根据或者依照 或者鉴于这些答案 它在提出更深的问题 等等等等再下去 in the light of 依照遵照 或鉴于 根据 根据这个答案 再提出新的问题 再回答答案 再问问题 这是阅读的过程 再看 我们一个考研的 英语和部分 下后现在具体让你翻译成 这个中文 he 是指知识分子有预警 explore such problem consciously articulally and frankly 他钻研这个问题 有意识的 调理清晰的 并且坦诚的 钻研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又出去 放识状语了 first by asking factual questions 首先通过提出一些 事实方面的问题 then by asking moral questions 然后通过提出一些 有关道义上的问题 finally by suggesting actions which seems appropriate in the light of the factual and the moral information which he has obtained 然后呢 建议去作战一些事情 作战一些行动 什么呢 那看似是恰当的 是怎么样看似恰当的呢 根据这些 他已经获得的事实和道德 方面的信息 提议去做一些 看似恰当的驱动 这是知识分子研究问题的 这个步骤 他有意识的 调理清晰的 坦诚的探索这个问题 首先通过问一些 有关事实方面的问题 然后问一些 有关道德方面的问题 最终根据这些 也已获得的事实和道德的信息 提议去做一些 看似恰当的行动 这是知识分子要做的事情 比如克隆记者 我先问事实问题 科技能不能达到 再问道义问题 对人能不能克隆 然后根据这些 已经获得的事实 道德方式的信息 再提议去做一些 恰当的行动 对羊可以克隆 对人就不可以 in the light of 根据或有鉴语 再看一道六级的单选题 I'm afraid that you have to alter your some views in light of the tragic news has just arrived in the light of 用的美式用法 国内考试是没准的 我担心你得改变一下 alter改变了 你的什么观点 鉴语 这刚刚传到这的 一些悲惨的消息 依照 遵照 鉴语 悲惨的消息的改变 什么观点 改变乐观的观点 optimistic 乐观的 A选项 indifferent 表示冷漠的 无动于衷的 好像沾边 但不如C更准确 B distressing 令人痛苦的 B pessimistic 表示悲观的 这当然不同顺了 改变乐观观点 因为悲惨消息 改变乐观观点 选C正确 但是CD两个反译词 四个选项里 如果有一对反译词 那正确答案往往是其中的某一个 国内考是从规律性讲 因为初题老师说实话 智商不高 这个里面会出的问题 确实好梦一点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 这个可能一般图书不太熟悉 第一定律 大家中学可能就学过 The first law of thermodynamics 热力学第一定律 第一定律有另外名字叫 The law of the conservation of energy 能量守恒定律 这中学讲过的 能量既不会创生 也不会消灭 它只会从一个物体 转移到另一个物体 或从一个形式 改变成另外一个形式 这热力学第一定律 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什么 热力学第二定律 这更高级一些了 就是温度不会自动的 从温度低的物体 转移到温度高的问题 温度不会自动的 温度热量不会自动的成 温度低的物体 转移到温度高的温度 以前有人说 我们把大海的温度下降一丁点 就能释放中巨大的能量 足够人类使用 而热力学第二定律 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他们认为大海的温度下降低一度 释放能量够人类 用很长很长时间 这被认为是第二种动机 而热力学第二定律证明 这是不可能的 热量不会自动的 从温度低的物体 转移到温度高的物体 如果你要让它释放出能量 降温的话 你投入的能量是一样多的 所以是没用的 说的更直白一些 温度高的物体 从长期来看 一定会慢慢冷却下来 高级的东西 慢慢慢慢 从长期来看 向低级转化 新的东西慢慢会旧 强壮人最后都会衰老 都会死去 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 人在大自然中 商 entropy 就是商这个东西 是慢慢在增加的 无序性在增加 商就是无序性 大自然 说的更直白 倾向于破坏 而不是建设 再看插入语里面 whether the whole universe does so is a mood point at present Mood point 叫做玄人未觉的问题 这是固定搭配 是个书面语 比较文气 a mood point 叫玄人未觉的问题 有争议的问题 我们经常用在固定搭配里面 is a mood point whether 什么什么 是否怎么怎么样 至今 玄人未觉 比如说 is a mood point whether building more roads reduces traffic congestion 是否建造更多道路 能减少交通堵塞 这是玄人问觉 有争议的问题 大家看法不同意 traffic congestion 交通堵塞 traffic jam 也是交通堵塞 但traffic jam 是可说明是 JAM 果降 那个jam 我们见证是traffic jams 但congestion不可数 这个在用的时候要注意 这是玄人未觉的问题 is a mood point whether 这个结构顺便可以记住 那么还有一个 跟他类似的可以替换的 也是表示玄人未觉 叫be open to question 或者be open to debate 表示某个东西 尚有争议 也是大家没有定论 巨型都一样 is open to question 或者is open to debate whether什么什么什么 whether是主意 从今前面 还是形式主义 whether the new government is any better than the old one 是否新政府 比以前就这么好 尚有争议 大家看法不一样 有的认为好 有的认为更差 所以宇宙 是不是也会 最终好奇能量 大家尚有争议 现在没有定论 好 这句话 好 好 好